官办热身赛龙师交锋 同一由布雷克挂帅先发 面对上季师队风王攻城 小龙们却毫无惧色 一局上龙队卡路先锋 曾传胜跟李凯威接连敲穿打 一三类有人的情况 布雷克临危不乱 先K掉中心棒次的刘姬红 但卫权教练团也有对策 接下来启动双道蕾 捕手林黛安选择穿三类 结果却郑重下怀 曾传胜直奔本蕾 帮助卫权先持得点 但师兄弟的支援来得很快 马上给龙队先发吴俊杰 当头棒喝 二局下林安可 狠狠咬中内脚球 很高很远 出不去咯 看着这发又外野拳内打 上季新人王帮助师队一棒追平 而且卫免军的攻势还没落幕 看着安打跟宝宋攻占蛮类 赚打点的机会 林黛安将攻赎罪 扫出外野飞球 先帮助师队攻下超前分 接下来林祖杰也扫出中外野飞球 郭天信扑下去没能接到 当然要形成重伤害 累上两位跑者统统回到本类 同意这局大有斩获 吞下四分大局 让魏敏军前面五局打完 包有四比一领先 不过来到比赛后段 龙族也总算习惯 羊头非力式的球路 六局上曾陶龙锁定地球进攻 展现强力拉打的能耐 这个弹道很有威胁性 出去咯 陶龙大帝会进一发羊春炮 帮助龙队把落后缩小到两分差 趁着这股气势 魏群龙再接再厉 九局上面对第四任的陈玉轩投球 朱祥林先扫出中外野飞球落地 形成一蕾安打 稍后洪伟汉也选到保送 加上队友短打掩护 形成二三蕾有人局面 关键时刻 李凯威顶住压力 一棒打穿游击防线 一个跑者没问题 接下来洪伟汉也要挑战本类 这次本类攻防战 是魏群笑到最后 龙队追平战局 加上九局下同一没能攻下超前分 龙师两队最后一场官办热身赛 是以四比四握手言和 YH新闻综合报道